响应全国古迹日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期将在21号、22号 在台东市的民权里 日式建筑文化园区 盛大举办北田私塾 跨六亿首好亿的活动 精心设计超过30场 跨越古今的民间艺术和活动 也展出了台东县内 珍贵老照片及出版品 让民众充分感受到历史 地方文化和在地古迹的结合 为宣导古迹保存的重要性 并让民众认识生活周遭的文化资产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 即将于9月21、22号 盛大举办全国古迹日活动 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响应2019 欧洲遗产日穿越古今的主轴 将年度主题定定为 文化资产由于意 藉由回溯长迷艺术与娱乐的生活形态 并以在地文化为底蕴 设计系列活动 让民众亲近文化资产 古迹日本来它的意义就是 唤醒大家对于文化资产的重视 它这不只是我们在做 全世界的潮流也是如此 那我们办这个活动来讲 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域 曾经然后的一个历史的场域 然后配合这样的古迹日 我们开放那样的地方 并且透过活动体验 让民众来了解来参与 台东县政府将全国古迹日活动主题定定为 北丁私塾灌六亿首好亿 以本县再造历史现场 台东市民权利日式建筑文化园区为场域 将古代六亿与现代十一住行娱乐进行结合 带领民众透过体验课程 童弯制作文化展览 导览解说 以及写生比赛等五大主题活动 体验穿越古今的艺术与娱乐文化遗产 北丁来讲的话是日本时候 我们那个地方叫北丁 就在那个宝丁的后面那边 然后有一大片的日式房屋 那这片日式房屋经过我们的修缮 现在有一个场域已经完工 美轮美奂 然后用这个场域 然后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 9月21号上午就点起 文化处将办理为期两天 超过30场活动 主办方表示 室内活动已预约而满 民众人可现场报名户外活动及导览解说 并将赠送1000份活动主题扇 以及900份百元金币 期盼借由活动增进民众 清净文化资产的机会 记者江碧任 台东市报道